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住房法第161条第二款细点规定了外国人在越南拥有房屋的期限 具体而言 外国人有权按照购买 苏联购买 赠予或基层合同约定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房屋 但自基层证书签发出日期催长50年 受到并可延期如有需要 根据政府规定 房屋所有权期限必须在证书中明确说明 如果外国人与越南共鸣结婚或与居住在国外的越南人结婚 他有权拥有稳定和长期的房屋 并享有与越南共鸣相同的房屋所有者权利 根据第2015-99NTCB号法令第4条第7款详细说明和指导了出房法的一些条款 关于外国人在越南的房屋所有权期限界满后的延期程序 第2015-99号法令第77条第1款详细说明和指导了关于外国组织和个人在越南延期房屋所有权期限的出房法制若见条款 外国人依照中房法第161条第2款细点规定拥有房屋的延期房屋所有权期限规定如下 第1.在房屋所有权期限界满前3个月 如果房屋所有者希望继续延期 他必须提交明确延期期限的申请 并附上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真实副本 留下并送交房屋所在省的人民委员会审议解决 第2.从收到房屋所有者申请至日期30日内 省人民委员会审议并诸具书面文件 同意房屋所有者要求延期房屋所有权期限一次 但最长不超过50年 至房长证在明的第一次房屋所有权期限切满起算 但本条第3款规定的情况除外 第3.根据省人民委员会的书面同意 主管办发证书的机构负责在证书上计证延期 证书办发机构必须复制证书副本 并将其转发给建设部进行监控 以上星期也结束了今天的无动展经营新闻 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平台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